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在一些偷盗电影当中 匪徒秘密在地底下挖一条 通往银行金库的隧道 偷走大量财物 最后全身而退 其实这是电影当中很常见的剧情 但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类夸张的情节居然也会上演哦 在阿根廷的首都 有犯罪集团开辟了一条 快要完成的地下隧道 准备通往当地一间银行的金库里 而在这个今天偷盗大计 即将完成的最后一里路 却意外了被一名路过的快递员给发现 结果成为了倒坡这一起 抢劫未遂案的工程 那整个事发情节有点曲折离奇 话说有一名快递员 两天前停在一家银行前 听到车子底盘发出被东西刮到的声音 他低头一看 发现有一条金属棒从路面上伸出来 就是大家照片中看到的 于是快递员就立刻通知警方 结果一查不得了 警方竟然在地底下发现一条220米长的隧道 还有不到100米的距离 就能直通这家阿根廷第二大银行的保险金库 那警方才得知 原来是有犯罪集团在秘密挖掘隧道 以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偷走银行的保险库 一切都在地底下进行 根据警方推测 这条隧道至少已经挖了6个月 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隧道就好像被打造成是密室一样 别有洞天 而且有视频有真相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你看影片当中 如果不说这是匪徒挖的隧道 大家大概可能会以为 这里应该是某一个军事基地的秘密通道吧 里面还有通风系统 有电灯 有水泥气墙 还覆盖着木板 好像是经过装修了一样 警方跟着隧道走到了最后 他们还发现了通往入口处的阶梯是通往一个仓库 而那个仓库里面都是装满泥土的袋子和挖掘机械 只不过当时警方在里面就没有看到有人在开工了 那光看隧道就知道匪徒下重本策划的非常的详细 警方还发现匪徒制作的地图上面清楚的标明 保险库的具体位置 银行内部的布局 警报器的位置 以及如何避开传感器的策略 无论是隧道的高度 距离及舒适度 都是经过完美计算 目的就是为了潜入银行的保险柜 这一切感觉像是经过精密部署的犯罪计划 那隧道的勾造连警方调查小组都感到惊讶 而且还不止这样 警方也在仓库里面发现 有一些指示工人怎么样建造隧道的步骤 包括他教他们怎么样避免手机信号被追踪的方法等等 而隧道里面还有一些床垫通风系统 刚刚说的还有电灯 警方就初步怀疑匪徒是等到晚上之后 才会潜入进去隧道里面施工 而且仓库里面都安装了假墙壁 让匪徒可以四处移动掩盖他们的踪迹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隐秘的隧道 最后却是因为一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施工之后 他们忘记收起来的尖手棒 露出去的那一根 就坏了整盘偷盗的计划了